血糖含量居高不下是一种很危险的讯号 血液中的糖分和血管的蛋白质相结合会形成糖化蛋白 这是一种有害的蛋白质不但无法实现蛋白质的功能 还亦使血管受伤引发动脉硬化 如果不把血糖降下来持续下去将会诱发糖尿病的发生 除此之外长期高血糖还会使全身各个组织器官发生病变 导致急脉性并发症的发生如一线功能衰竭 湿水电解质紊乱营养缺乏抵抗力下降 肾功能受损神经病变眼底病变等 血糖高的危害这么大 我们该如何降血糖呢 这种叶子几片就能降血糖 是什么叶子呢 说出来可能很多农村的娃都知道 那就是桑叶 桑叶在农村还是比较多的 可以拿来喂残 有些地方甚至直接拿来烧火 其实 桑叶有很大的药用价值 降血糖就是其功效之一 桑叶中含较多的桑叶多糖及生物碱 其含量为30 4mg slash g 多糖和生物碱通过促进胰岛素B细胞分泌胰岛素来降血糖 同时桑叶中的生物碱 可通过抑制糖肝酶活性来阻止血糖值升高 而桑叶脱皮固虫也能促进葡萄糖转化为糖原 最终达到降血糖的效果 桑叶降血糖的作用 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被发现 那时西药还没有发展起来 人们就通过拿桑叶来泡茶饮用来降血糖 当然了 这种方式降血糖是比较缓慢 需要长时间的坚持才能起到作用 不过现代药理研究最新发现 把桑叶和益生菌面氧发酵后 不但能提高桑叶中一些有效物质的含量 而且药材中的大分子物质还能转化成更利于吸收的小分子物质 效果比饮茶好几十倍 自从发现酵叶比茶降血糖更好后 现代高血糖患者更倾向喝食物酵叶来降血糖 各种功效的食物酵叶也应用而生 目前降血糖方面用的比较多的是麦桑叶一生发酵叶 是提取桑叶、麦、淮米、绝冥籽、枸杞籽、菊花等 六种药食同源性食物中的有效物质发酵成的食物酵叶 临床上常用于动脉周样硬化、酸膏等疾病的饮食调理 主要成分解析 麦 麦是种影响的降糖能源物质 麦中的各式胰岛素不可缺少的辅助成分 能增强胰岛素的活性 加速糖代谢 补充各元素有利于降低血糖 研究还发现苦中含有麦糖醇 能调节胰岛素活性 具有明显的降糖作用 据临床观察 糖尿病人食用麦号 血糖、尿糖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很多轻度患者单纯食用苦麦即可控制病情 淮米淮米中含有丰丁等抗氧化成分 能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和脆性 降低人体血脂和胆固醇 促进细胞增生和防止血细胞凝聚 以及抗炎、抗病毒、烈尿等作用 临床也用于预防和治疗糖尿病及合并高血脂症 枸杞枸杞多糖是枸杞的主要活性成分 枸杞多糖有改善细胞合成和分泌胰岛素的功能 保护细胞的功能 赶紧将这个知识分享给亲朋好友分享出去 救人一命 功德无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